10月19日晚,管晓彤受邀参加了这间卫视联合梦品牌举办的盛典活动,并在台上现唱了一首自己的新歌《花旗》,可没想到却成了所有表演嘉宾中的佼佼者。 理由是在演唱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假唱,可要唱也就罢了,关键连对嘴型都没有对上,一时间在网上掀起了热议,对此,很多人认为作为演员的关晓彤上台展现唱功,无疑是在签里送人头,故意丢脸面,拿自己不擅长的去搏把面,甚者,有个别网友一针见血指出道,且不说假唱对于错, 就连对嘴型都对不上,这也显得太不专业,太没有拿观众当一回事了吧。 说到这儿,雾女还认为网友言之确实有些过重,毕竟关晓彤不是职业歌手,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舞台经验,感觉上台表演已经算是突破自我了。 他过于要求联合的话,反倒觉得有点无视生非,故意找茬,但话又说回来,关晓彤唱功底子绝对是有的,要不然也不会却出新歌,唯独坚决的还是舞台表演经验,但是他的努力和勇气相比假唱对不上随形,应该是我们重点要去关注的点。 首先,关晓彤那个能够上台表演节目,理由很简单,他就是主办方某品牌的代言员。 其次,对于专业的歌手通过直播方式,站在台上唱现场版,能不出错就已经算很成功了。 最后,关晓彤除了嘴情没有对上以外,整段表演还是相当不错的,关键环是以唱跳的方式去表演,这个难度可想而知。 总而言之,关晓彤敢站在台上边唱边唱,比起动人好听的歌曲,确实已经够厉害,够成功了。